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响声嘚啵嘚 网上经常会看到啊,说哪个哪个地区发展落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般无外乎交通不便,人手不够,农副产品不足,科技含量不够, 政策不倾斜,人民也不刻苦这几个方面。 但又不尽然,就比如说河南,按理来说位置不错,中原腹地,农产品的集中区, 国家政策也不少关怀和照顾,但这么多年发展的依旧是平平,让很多人不解, 纷纷提问,是什么制约了河南的发展呢? 回答,当地的官员太缺心眼了。 别的城市搞人才引进,是希望能把有能力的人留下来, 在当地买房安家落户,世世代代当韭菜。 可河南不是,把人家骗过来,买了房,直接烂尾,人才秒变,维权大冤种。 想走走不了,你还得接着还房贷,想留呢,心里还恶心,你说谁能给你好好建设呀。 不当董存锐,都算是心底善良的。 更过分的是,嵩山少林还在人家那儿,白衣人是组团培训的,战斗力爆表。 怎么看,都有点缅甸园区那意思啊,骗来了你就别想走。 各项补助的名头呢,都有,钱从来没发到过老百姓手里。 如果你反映问题,不是电话打不通,就是什么都没解决,转头还让你留一个好评。 一个网友家里暖气不热,人家供暖公司回答,因为是冬天所以不热。 很合理啊,那应该夏天开暖气呗,能把人气笑。 反正人家官老爷花时间给你个解释,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的接受。 不然结果就是拿个红码三代直不起头来。 而欺负老百姓那个,反而还能晋升。 但你说这问题就河南有嘛,你以为的天花板可能也不过是人家的地下室, 各个省市这样的事儿都存在。 于是乎从一个地区没有发展前景,变成了一个国家都鼠目寸光, 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因为不需要想着明天啊,谁能保证有以后。 而现在经济形势在这儿摆着,失业率不断增高,很有可能就要重演90年代下岗潮那一段。 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一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积极跟世界接轨的国家,拥抱变化, 怎么就给自己变的工作都没了呢。 僵化腐朽的国企,成年累月的拉帮结派,领导多,员工偷,谁多干活就是傻子, 工家的资源不拿就是浪费,还能补一句以厂为家,人人都是工厂的主人,还客气什么呀。 现代虽然没有能让员工发挥主人翁意识的工厂, 但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状态,是一贯传承下来的,也不能怪谁。 毕竟干的事儿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找不到任何意义,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了糊口。 私企被拖累着倒闭,国企这回聪明了,在市场经济,外加金融的遮盖下, 不用自己动手,学会矛盾转移了。 就比如辽宁独资国企华晨,旗下的子公司华晨宝马每年赚的盆满钵马, 结果母公司宣告破产了。 原因也简单,所有挣钱的项目都给了关系户的其他企业, 转移股份不收钱,而总公司的债券留给那些想发财的韭菜买, 然后宣布破产,狠狠的赚了一笔,空手讨白狼啊。 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只要社会主义的本质还在,这些招式就依旧好用。 当年的公务员发不出来工资,一边挂着在单位里保留位置, 一边偷摸下海经商正外快,为了能把饭吃饱了。 现在公务员也发不出来工资,白天是办公室里以止气使的小老爷, 晚上就换身衣服,出门跑滴滴。 等哪天,镰刀向内部挥舞,不仅不发工资,还得让公务员上贡,估计就得跑一批。 最后剩下的,都是除了捧高踩低,玩弄全数,什么都不会的, 这社会也就到了动荡的边缘。 就跟厂子要倒闭一样,谁都恨不得拿一把好处,再跟着厂子一起崩溃了。 这不,前两天,出了个开路虎逆行的青岛大姐,这两天,青岛又来了个不系安全带, 开私家车逆行的辅景,哎,青岛看起来很喜欢逆行嘛。 被行人指责后,辅景猖狂了几句,好在及时想起了自己没有人家那后台, 于是闭了嘴,换了个停职的处罚。 网友们也别纠结,说过两天到底会不会官府原职, 那都不是普通人能管的事儿,嘴饮过一次可以,要是揪住不放,可就寻衅自尸了。 不信,你看河南那倒霉袋司机,人被抓进去了,家属替他名不平,结果微博被清空。 夫妻俩人近中年,贫病交加,丈夫被抓,官司缠身,上有七十岁老妇,下有未成年子女。 这哪是中国人的软肺呀,这是一条软肺,恰巧长成了人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但是老百姓不能自己把自己当牛马呀,那就太悲哀。 所以,可以看见无数人性的挣扎,想要用力证明一下,这个社会还没那么差, 但结果都挺事与愿违的。 今天一则消息显示,在上海街头,一个大哥跟两个大姐互扇打拨溜, 旁边一个黑衣服的男子劝了两居驾,结果被其中一个大姐指责说没有男子气概,怎么没挺身而出。 你说做个好人多难呀,求这位拉架哥们的心理阴影。 世道清明的时候,当一个政治的人没问题,能唠个好名声。 可这世道一旦污浊不堪了,对于夹缝求生的普通人来说,就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以至于好好的日子,坐局设套的越来越多,一个个都跟潜伏似的。 你说正常情况下,你看不上一个老师,那就去学校和教育系统反映情况呗, 有理有据的说他如何得不配位,可惜不行。 于是网上一个男子就策划了一个送礼的局,拿着五粮液和高级化妆品送给老师, 还巧妙的留在了楼下水果店,用电话引人家上钩,结果礼物拿走了,话题也有了。 毕竟收贵重礼物,哪怕你嘴上说着太不合适了,只要拿了就是证据十足。 就跟别人卷,你不卷,开除的是你一样,你不送礼,别人送,结果你家质子就得不到照顾, 没事儿还得被针对,那谁不活大啊。 可你要不说,就有一个又一个的人,得被迫落入同一个漩涡, 这就是体质之汉,裹挟着每个人,最后都得以身入鱼,惹得一身脏,谁都逃不出。 话会骗人,可利益不会,这可能是最讽刺的事儿。 就像不论政府如何吹嘘说新能源绝对安全, 可五星级酒店依旧禁止新能源车进地下车库,原因是消防安全不好救。 老百姓没数据,活在检房里,他们的数据齐全,举手投足,反而带着指向性。 在中国生活,最该学会的,是脑筋起转弯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很多地区的发展呢? 而90年代的下岗潮,对于现在的失业中国来说,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指同道合的人。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拜啦个拜。